后面这一部分呢是关于一面元素定位的 前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用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叫做FindElementById对吧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学习一下 关于305的其他定位元素的一些方法 那首先呢是关于这个FindElementById FindElementById 刚刚讲过的有一个数据对吧 那FindElements大家看见没 后面是不是还有很多FindElements的呀 那FindElements和FindElements是什么区别呢 这个区别呢我们可以拿之前的 这样一个内含段子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如此之多的这个段子内容 在当中一个页面上 它每个段子呢是在这样的一个 URL下面一个例标签里面对不对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呀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PW文件 新建一个 03 03 0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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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get一下这个URL地址 就是内含段子的首页 然后我们尝试使用一下元素利用的方法 然后driver.findelementbyid 这个内容我们之前讲过对不对 是不是找到一个元素呀 那么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findelementbyxpass 我们看一下xpass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面也是一样 根据xpass找到元素 是不是这样一个方法呀 大家注意到这是找到元素 等一下我们回来讲 为什么我这里说这一点 那比如说我们要获取的是 id等于detail list的URL下面的逆标签 idURL的ID等于它下面的逆标签 这样是不是获得到了呀 这样一个逆标签了呀 那获得到逆标签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右边接受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个2171来接受一下 我们print一下2171 执行一下 然后呢顺便的我们在这里 拽不着困折 提出一下 讨厌程序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到这个结果 是这样一个web element 这样一个元素对不对 这样一个对象对吧 web element这样一个对象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里改成s呢 我们再看一下形象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知道ul id等于它下面的逆标签 是不是有一堆呀 我们刚刚是s的时候它取了一个 那豪福音的肯定是第一个了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改成s之后呢 来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结果呀 是不是一个列表呀 每个列表 是不是一个web element这样的对象呢 这个你能明白吧 那它是个web element对象 其实和之前一样 它这个列表呢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遍例 比如说for the in rete 这个每个列表 其实可以继续调用制成的方法 比如find element by x bus find element by x bus 比如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写一下一个内容 去获取一下这个段子的内容 这段子内容在哪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是不是在title 就是he下面的p标签下面呀 那就是当前节点下的-he 对不对下面的p标签 下面的文本对吧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结果看一下内容是什么 跑一下程序 看见对方是不是报错了呀 我们看下报错内容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invalid connector 非法的选择器 the result of x pass expression x pass语法的结果 它是一个object tlt 是一个tlt对象 它应该是一个元素 这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个元素 现在是个tlt object 什么意思呀 看这个方法 就是刚刚给大家强调的 这是find element by x bus 根据x bus获取元素 那你这是获取的什么呀 你这获取的是字符串 对不对 是文本对象 是个文本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报错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使用tlbass 在使用id的时候 只能获取什么呀 只能获取到一个元素 只能获取到一个web element为止 明白吗 只能到这儿 你就获取不了了 你要再获取文本的话 需要额外的使用其他论方法 比如什么方法呢 点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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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跑一边去看一下结果 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获取 对应于 定位到这个元素的文本 就中间包含的文本 当前我们在这里是定位到这个p标签呀 那p标签的文本 我们可以使用点text 这样一个属性 来从中获取 现在是不是就拿到了呀 看到吗 就这个样子 那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刚获取到了文本 对吧 我们现在还要获取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每个段子呢 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 什么 关掉 有URL地址的 看见没 这是不是有URL地址呀 它class等于它 对不对 我要使用刚刚所说的 findElementByXBus 定位到这个URL地址 这个heerf该怎么定位呀 怎么定位呀 need.findElementByXBus 当你解决一下 杠杠 什么呀 addclass 是不是等于它呀 它下面什么呀 addheerf 这样可以吗 是不是也不行呀 跟刚刚结果一样的嘛 addheerf 获取的是个字符串 是不是不行呀 我们只能定位到一个元素 对吧 所以这种方式在这写的不可以的 我们需要怎么写呢 我们前面是不是用过呀 如何获取它的属性 怎么获取啊 第二 getAttribute 对不对 我们前面是不是用过呀 嗯 还记得吗 刚刚用过对不对 获取属性 使用getAttribute来获取 对不对 那就是呢 我们再重新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哈 the result of shabbat's expression is attribute 对象 是个属性对象 它应该是个元素 对吧 应该是个element 这是不是就达到了呀 此时此刻是不是 当初循环解决之后 全部打印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刚刚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 在这里呢 我们是没有给大家讲 好 我们在这讲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find elements 和find elements 那它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呀 如果说我在这里 我写了一个x bus 这加了一个x 大家想一下 RETE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RETE是个什么结果呀 首先如果正常情况下 这是什么结果呀 什么类型啊 结果 正常情况下 结果是什么类型 都不知道啦 什么结果 那我写错了呢 属性没有获得到的 没有这样一个 没有这样一个UR 这个时候结果是什么类型啊 就是空列表了嘛 这可以理解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RETE 这个时候RETE 那如果顺便再来看一下 先跑一下哈 如果说下面我们find elements by x bus 如果x bus写错了呢 我们写个E的后面 肯定是没有这样一个class 对于A的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呀 我们不清楚 我们不清楚 那我们就去跑一遍程序看下结果 我们就去跑一遍程序看下结果 unable to locate element 然后这个样子 对不对 说明什么呀 说明如果说 当我们使用find element by x bus 来定位元素的时候 这个内容 x bus如果没有写到定位到内容 它立马就会报错 那by id by class name肯定也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们用它来进行定位下页的那个URL地址 我们应该用的那种方式来定位呀 定位下页的URL地址应该用的那种方式来定位呀 find elements还是find element呀 elements对不对 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用element的话 最后一页的肯定是没有下页URL地址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报错了呀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使用find elements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能直接点text的吗 能直接点text的吗 可不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呀 因为前面结果是个列表 这个列表是没有一个text的属性的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是find elements的话 是不能够对它点text的 除非我们编定它才是点text的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哈 这刚刚给大家讲的是find elements by x bus这个方法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其他方法 比如说find elements by link text的 这是什么方法呢 根据面接的文本 寻找下一页 找到元素对不对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改了 改成什么呢 driver.get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找一个百度搜索的URL地址哈 我们先把这个两个页面关了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百度里面呢 搜一个 pysm 我们可以通过talent 通过element呢 通过selement 帮助我们找什么呢 去寻找 下一个URL地址 来做下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用一下 就是find element by link text 根据面接的文本 对吧 那就是driver.find driver find element by link text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知道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下一页 这个按钮呀 下一页 它对应的什么呢 监控号对不对 是不是有监控号 那它找到之后呢 可以干什么呀 第二 get attribute 然后获取它的herb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啊 没有r的符号 再来print一下 打印一下 然后呢 调用一下抓不着亏的这个方法 把它放到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我这里能写r 写r 写r 写r之后是不是没有下get attribute的方法呀 但是在最后一页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我们需要punt它 时候是有下一页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使用find elements 这个方式去做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到时候需要根据列表的长度 來punt它时候有下一页 如果我们根据列表长度 如果大于你的时候呢 有下一页 如果不大一页 那就没有下一页了 我们程序就应该停止了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点 什么呢 刚刚我们在这里根据念的文本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获得到了下页的URG值了呀 是不是在这里已经获得到了呀 大家看到这个URG值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URG值呀 那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URG值是并不完整的 发现了吗 在网页Animus里面 URG值是不是并不完整的呀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SalaNimum能够帮助我们 自动的补权这个URG值对不对 当我们要获取它URG值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补权呀 所以这点是不用我们管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URG值肯定永远都是全的 因为对象来说 其实非常简单这件事情 你看我们把锁放上去 它是不是完整的URG值就有了呀 所以它要获取它这个完整的URG值 可能是可以做到的 那这是关于FindAnimed by这样一个 LinkedText的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PatreonLinkedText 这是什么干什么的呢 Patreon 偏的意思 偏文本 根据连接的 偏连接文本获取元素 对吧 这是干什么呀 这个意思呢 就是包含的意思 链接中包含文本 为什么什么样的 这样一个元素 可以把它找到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用一下 和上面其实很像 也是一样的 Driver点 我们来复制一下 FindAnimed by Patreon Patreon Patreon是偏的意思 Patreon function偏函数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里就不用写下一页了 我们写什么呢 下一页三个字 对吧 然后再来获取一下 正常情况下 这两个字是不是一样的呀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两个字是不是一样的 这是 面接 包含 页的 面接 就是一标签吧 Python 爬通怎么挣钱 这不是跑完了吗 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你跑一遍哈 这地方是不会有问题的 对吧 我们就让它跑着 我们就让往后讲 我们等一下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好了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后面还有其他个方法 比如说什么呢 by tagline tagline是什么意思呀 大家猜一下 标签名是不是就是了呀 所谓标签名就是A标签 DIV标签这种名字 我们传承个DIV 它就找到一面上 所谓的DIV了 对不对 然后classname之前是不是说过呀 内的名对应的值 对不对 然后传进去就好了 然后还有cs-sinector cs-sinector是这种cs选择器 cs选择器呢 它就是这样种样子 根据它的比如说 属性啊 或者ID啊 或者标签名来定位元素的 然后呢 它能够回到的元素呢 其实xbus都能回忆到 所以我们在xbus和cs选择器中间呢 给大家主要讲的是xbus 然后后面呢 也一直都会用xbus来获取元素 那当然大家也需要知道的是 比如说cs选择器呢 也是可以来做这个事情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讲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那cs选择器的方法 在w3g-square上面呢 是有关系它的使用的 就往这么慢呢 那就放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面呢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干什么呢 我们来列举一下 我们后面要用360的这样几个注意点 360的使用 注意事项 那首先 关系简单的什么导入啊 这样我们都不说了哈 那在这里面呢 首先我们刚刚出了一点 就是获取文本和获取属性对吧 那这个时候获取文本和属性 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办呀 是不是要先定位 到元素 然后呢 调用 点 text 这个能够属性 或者是 get of tribute 对吧 方法来获取 这个是和我们之前写的xpass 稍微一些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里大家需要额外的注意一下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三个内容 获取到 到的 获取的页面 数据 是哪个地方数据啊 一半七重animate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哪些大家觉得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光光 刚刚在这个地方 find elements find elements 这里面 find elements 和find elements 的区别 对吧 这地方也是一样的 find elements 能够帮助我们返回一个元素 如果没有 它会报错 对不对 就是返回一个 element 如果没有 会报错 对不对 那么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find elements 它是返回一个念表 对不对 没有就是空念表 这地方可以理解 对吧 那么所以说经常呢 我们在 在判断 是否有下一页的时候 使用 find elements 来判断 对不对 来根据 结果的 列表长度 来判断 这是这样目前能说的三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另外一点 在三个任务里面 我们也需要注意的 什么呢 电脑快了 是不是 半天打过海 算了 这两个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两个地方方法 可能并不常用 但是它一个是获取包含 一个是获取 连接的对论文本 那么还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点什么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QQ油箱的例子 QQ油箱 全部都打不开了 好 在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QQ油箱 这是不是我们的QQ油箱的登录地址 然后在这个地方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里输入QQ的名字 叫做Q的密码 是不是点下登录按钮 它都成功了 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 我们新建的Po键 我们来尝试着登录一下 这个QQ油箱 名字 QQmail login 也是这样的 fromSharonium import webdriver 然后实力化一个driver先 就是webdriver.chrome 然后呢 我们driver.get 请留下这个地址 然后呢 我们在那里 driver.find element 先看一下这个元素在哪个位置 它在哪呢 在这样一个id对u的imput标签里面对不对 find element find element by id 然后它的id是u 我们send个case send个什么呢 比如说输入一个123123123 然后我们在driver.quit 然后quit之前呢 我们先让它睡几秒 就是imput了一下time 我们来看一下 正常情况下 好像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真的不会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跑下这个程序 0.4 这个地方爆错了 密码就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unable to locate element method id send个ter u 对吧 它提到我们什么呢 无法定位到元素 是不是 为什么没办法定位到元素 明明在这个地方有个u嘛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 网上翻一翻 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iframe 看见到吧 什么是iframe 什么是frame呀 它是不是一个 i780的一个框架呀 它可以在一个页面中 嵌套一个新的一个页面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frame里面的内容 和当前frame外面这块内容呢 它其实是两个网页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三个内容里面 如果它要定位到iframe里面那种的时候呢 需要定位一个方法 切换过去 切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意思 首先在这个地方 定位它之前呢 先要切换到iframe 就是什么呢 怎么切换呢 driver 它有一个方法叫switch2这个方法 switch2什么呢 我们可以直接写switch2iframe 还可以怎么办呢 switch2然后它.frame 你们知道可以传什么呢 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的圆码可以了 可以传 大家看一下 find element ID 是不是可以传个ID呀 还可以传一个frame的name 比如可以的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可以传什么呢 还可以传 web element 什么意思呀 传一个web的element的元素 对不对 web element的元素怎么会到呀 web的element的元素 就是怎么获得到呀 driver的find element by id by class 是不是都是结果是web element的元素呀 所以当如果一个frame 没有ID也没有name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driver的find element by id 或者by xbus 定位一个element 让它切换过去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个ID 叫doinframe呀 然后它的name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粘贴在这里来 先切换一次 然后再cdk 看来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重新执行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呢 看见没 是不是做到了呀 刚刚 在各位同学已经 扎眼的瞬间才已经完了哈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来 就是如果页面中 还有iframe 或者是frame 需要先调用driver.switch to 用点frame的方法 切换到frame中 才能定位元素 这个明白吗 必须千万块钱才能定位 否则是定位不了的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哈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点 需要注意一下 是什么呢 就大家可以看见 刚刚我们在这里 写这个程序的时候 每一次是不是都是干什么呢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页面 加载完了之后 我们才提取到数据 对不对 是不是每次都是在 页面提取到 页面提取到之后 才提到数据啊 就是页面转转转 转完之后呢 我们才重重加载数据到 对不对 那就有的页面呢 可能比如说 拿这个离子为例 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点下一页 这个按钮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呢 点到之后 我们整个程序 它会密码 重重找元素找数据 明白什么意思吗 但是如果 就是说 如果我们起了第一页的时候 请问这个第一页哈 这是第一页对不对 请问这个第一页的时候 它会等到页面下转完之后 才会重新提取数据 但是当我们点一下 下一个按钮之后呢 我们的 这样一个代码呢 会密码 重新找数据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使用这样一个 bini bini 为例子来写一下 两个程序 两个程序 对你五 就是try timeout from sunlim imput webdriver 那 driver 等于webdriver 叫chrome driver的get 先取一个 url介绍 这个url介绍呢 我们就拿这个url介绍 先取由它 然后呢 driver.findelement byxpass 那比如说呢 我们先来获取一下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一下 下面的这个名字 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呢 它每个例标 现在都是一个内容 对不对 每个例标 现在都是 它是在这个ul 然后class等于它下面的 然后 -ul addclass等于它 下面的什么呢 下面的 立下面的 然后呢 在哪呢 准备一下哈 class的title里面 一标签 看见没 是不是在这里面啊 然后呢 下面的 立下面的 杠杠 A标签 然后呢 art class 对于它是不是 它下面text里面 对不对 我们这里可以使用 findelement 来做这个事情哈 得到结果 我们来print一下 得到结果 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做这种操作了 是吧 我们就findelement吧 因为刚findelement 这个列表 列表是不能text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里 再使用driver driver driver 来点一下下页这个按钮 driver 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下页在哪个地方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呀 它是不是有个 属性呀 叫什么呢 叫它对不对 class 对于它对不对 button 对吧 我们也可以从xpass 定位到它 findelementbyxpass 然后就是button 对不对 是不是button呀 button 然后它是artclass 对于它 就是定位到它之后呢 只要click 是不是叫下一页去了呀 i c k 对不到下一页去了呀 就是翻页 翻完页之后呢 我们再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正常情况下 它是不是一码 也应该过一会儿 就拿到一门下单 我谈之后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driver 点quit 退出一下 然后使用程序 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先说吧 不是这个程序 我们再调用程序 大家看一下第一次 它的获取出的时候 是不是等页面 什么加的完了之后 才会出来这个结果呀 等一下就出来一条内容 就是这个数据 对吧 然后当翻页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 是不是立马爆错了呀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它好像是 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地方内容 unabled and located elements muscle chapas 它爆错了 其实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元素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元素 大家想到没有 还没加载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加载出来呀 因为它得等一会儿 才能加载出来 对不对 它并不是我点一下 它立马就有数据 但是我们代码在这个地方呢 它却是这样做的 那怎么做呢 当我们点一下下一按钮之后 它们立马就能找数据出来 这个时候肯定是找不到了 对不对 因为它还在真的加载 所以这个地方就爆错了 那为了它不爆错 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是不是可以在它 下一次找这个翻页之后 在click之后 是不是给它一个超时时间呀 就imput一下time 超时时间是什么呢 就在那睡几秒钟 对吧 time点sleep 比如说睡个三秒 你再来尝试一下 刚刚是不是睡了三秒 大家看一下 它并没有立马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现在才出来呀 这个地方呢 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它在第一次的时候 它会等到页面前后加载完之后 但是后续 当我们点翻页之后呢 它是并不会等的 看见了吗 三秒钟 那就是 三秒钟 它是需要的 请求第一页的时候 请求第一页的时候 会等待页面加载完了之后 再获取数据 但是在点击翻页之后 会直接获取数据 此时可能会报错 因为数据还没有加载出来 需要什么呀 Time to Sleep Time to Sleep 比如我写个三代这个地方 等三秒等什么呢 等流浪器去加载它 那么这部分内容我们在批评上也有 那么刚刚我们讲的是定位元素 定位元素我们讲了一个关于 Q邮箱这个内容 那Q邮箱相关的有这样一个作业 我们先来做一下 作业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排下我们的 这样一个叫做网易云音乐的网站 网易云音乐 在这个地方 我要爬什么呢 我们要爬的是这个网易云上面的 个单 大家看到个单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分类啊 看到没 我们要爬的是 这里有好多大分类 大分类等于小分类 每个小分类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一个分类啊 一个播放列表的页面对不对 我们要爬的是所有的大分类 下面对的小分类 每个小分类对应的所有的播放列表 播放列表这里翻页的啊 看到没 每个播放列表里面对应的 这些信息 比如说标题啊 时间啊 名字啊 图片啊 然后还有标签啊 收藏数 转发数 评论数 介绍 还有下面包含的歌 歌的名字 时长歌手 专辑 这些内容挺不要惠的 这就是大家 想看来要做的事情哈 写的8种 从这个朋友之外呢 可能之前有同学在问我 如果是要做这样一个 进种的相关的话呢 要爬什么数据 这样有一个 叫做这样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来爬一下 天天基金 那爬什么呢 就要爬一下 这个这个网站上面的 比如这里 有一个基金排行 来看一下 看这里是不是有基金排行呀 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 然后我也把这些数据 全部排下来 所以大家看一下 当我点下一个按钮的时候 它其实整个U要制 是没有加载的 对不对 而是在这里刷新 这是干什么呀 阿甲克斯 所以这个网站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哈 之前有同学不是说 不知道GS怎么分析吗 给你排下这个网站 来看一下怎么做 所以说我们有三个作业 对吧 三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爬他 第二个作业爬王毅云 第三个作业 爬哩爬哩 所有的分类下面 所有的视频的 所有的弹幕 弹幕非常简单哈 那时候呢 我可能后面 我可能没有时间讲 没有时间讲的时候呢 大家有不过来问一下我哈 最后一线的时候 就这个月月底的时候 把代码发给大家 大家看怎么样 我说我今天把代码发给大家 会大家都不会写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呢 刚刚讲的是作业对吧 那关于最后面呢 还有这样几个内容 我们有给大家提过 首先关于库克斯这个 库克斯这个我们是不是 第一个方法前面是不是讲过呀 使用一个字典推导师 Dripper跟库克斯 能够把它转化成一个 字典型的库克斯 只要字典型的库克斯之后呢 能够把它叫给 request more 去使用对吧 交给request more 去使用 然后呢 我们能够 让request 在发动请求的时候 发动更快一些 比如说我们登录之后 后面的请求 其实就可以交给request more 去用 后面请求是不是这样 时候就快了呀 我们在登录模块 有个登录模块 可能有些参数比较复杂 不想做不想分析 我们就可以使用三个例目来做 那么登录完了之后呢 后面的内容 我们代置之前的三个例目的 cookie 就给请求成功了 那比如说 cookie以及点击all cookies 那样方法了解一下就可以 它是能帮助我们删除cookie的 对不对 但是我帮我们必须做这个操作 但是它是有这种方法的 如果有一天大家要用的话呢 就可以对应的为人来找就可以了 那这是关于cookie 那刚刚呢 我们也讲过 关于e-mail等待 对不对 很多时候呢 网络才能动态 的情况要结束 因为它的元素 出现时间不确定 如果我们直接从这后续出现 可能会 提出我们一个错误 报一个错误对吧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听一个超时参数 那么它超时呢 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time.sleep 让陈希斯在那等一会儿 等什么呢 等你来自己加载 那这个方法呢 是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 或许大家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这两个方法呢 都是用不了的 没什么暖用的 我这件事过很多次 看到我网上有很多人讲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是呢 发现是不行的 确实也是不行的 然后这两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一个叫显示等待 一个叫隐式等待 那显示等待是什么样的显示呢 就是我们可以指定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byID ID等于它 就是什么意思呢 当ID为它这样的元素出现了之后呢 我们在10秒钟之内 如果它出现了 我们做后面的事情 否则的话 它会等 最大等10秒 等这个10秒 直到什么时候不再等它 直到10秒过了 它还没有拿到内容了 这个地方就会爆错 那隐式等待呢 就是不指定条件 它就是慢慢在这等着 等10秒 在10秒钟之内呢 它会不只能做后面的事情 如果说10秒钟之内 后面的事情 它能够接着做下去 它就会往后接着进行 如果后面的事情不能做了 它会在最大等10秒 一共到10秒耗完 发现还是做不了的话 就会在这报错 但是这两个方法呢 其实在我们当点击一个元素之后 当我们点击一个元素之后 我们刚刚看见了 点一个元素 它会成一个密码获取 对不对 但是呢 当我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去尝试 让我们页面 加载定位到网络数据之后 再获取的时候呢 这种效果呢 是没有任何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这样的方法 对吧 所以最用的方法呢 还是用它 而且这个方法呢 也是比较常用 所以正常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在程序密码 在它翻译的时候 在click之后 等一个 等了三秒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明白吗 用它就可以了 后面两个方法是没什么 哪有的 好 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